我是Nikola Bohners,是指编人间的总裁 我也非常荣幸能够邀请Access Sigmund 能够来到今天这样的一个专题演讲的环节 而今天他将会给我们去讲一讲 负债金融方面的一些策略方面的事情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想说我也是非常感谢他今天能够出席这次的会议 特别是这次的会议是全球的会议 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他的这演讲 好吧 谢谢Nikolas 谢谢你非常友好的演讲 友好的介绍和邀请 也是我也欢迎所有的人能够参加今天这次会议 我想说在接下来这15分钟呢 我将会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 然后呢 带你们逐步了解一下 可供传东和我本人使用的这些融资选择 因为你们知道呢 我这项工作其实也超过25年了 现在创立了这个融资公司 并且我们已经实现了这种转变 成为全球领先的这一个上市的股票 在伦敦上市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的公司呢 是一家综合性的造船 和一家综合性的造船公司 在这个2017年进行合并 而且呢 我们是一家专注于帮助融资解决方案的公司 这么多年来啊 我们是重组环境 运进全球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在汉堡 有办事处 伦敦 雅典 新加坡 等等这个地方啊 都有我们这些变故 同时在这个股权方面的筹资啊 也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事情做得更便利一些 我们还有其他这些项目 包括我们从事主要种交易的服务 因此我们也有人来去收购整个业务 我们将一直重点放在这种大型的债务的投资组合交易上 同时呢 我们也在后面会讨论这一方面的细节和问题 那么你会发现呢 从此复一直都是我们的核心 讨论这个话题的原因啊 我想说我们的基础其实也是以这个为背景的去进行探讨的 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原因就是说 银行的原资啊是极为有限的 对吧 尤其是在欧洲 我们可以看到这银行基本性退出了这个缩减的投资的组合规模的市场 尤其我们采取了这种相应的措施 只专注这种专业性的核心客户 这也使得我们特别是在这个中型的芯片的所有整个公司上的结构啊 不需要去寻找这种替代性的融资的解决方案 特别是这种新建筑的融资来说会变得更加困难对吧 因为有一部分的建筑无法使用的情况下 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所以在这点上的话其实是值得一看的吧 而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其实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发展 也就是说在中国这一边呢 你可以看到租赁非常多 而且多年以来啊 他们是成为重要的参与者 而同时呢 也是信贷基金 并且基本上是由最冲的私募股前公司 进行看到了强大的这种增长 而接下来呢 我将会简单介绍一下目前的状况 但是呢 我们也要回顾一下过去几年 这个市场发生的这些情形 特别是在过去的三年 当然啦 就这个数量而言的话 银行的融资将会是最大的融资的来源 但是呢 这种趋势啊 显然是会通过这种出售大量的长期的投资的组合 去实现的 那么同时啊 我们也看到中国和银行公司 特别在这种年终的时候 会产取大量的份额的市场 此外呢 信贷基金的扩张啊 主要是通过这种收购的这种投资组合来去实现的 如果我们从这个右手边来去看看这个分析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啊 仅仅只有少数的几家银行扩大了投资的组合 同时在同样的数量上 我们也是有着同样的投资的组合 而中国的银行公司呢 是经历了这一系列的增长 我必须要强调一点 其实要追踪这种准确的数字的话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啊 我们也是试图通过这过去的几年来去完成这种交易 而扩展主要的购买力啊 其实还是你的这个资产的购买 你可以看到啊 有一些银行可能在一些交易当中 出售了数十亿的美元 而且呢 这也并不是 而且这些啊 信贷和 最重基金也是购买的 如果我们展望追踪的选择的话 我会认为 我们会很高兴的去看看 今天还有哪些不同的选择 仍是处在这种筹集资金的中央况的 如果我们开始 去从国际银行进行着手的话 你会发现 他们的贷款政策的话 实际上是非常的严格的 特别是 他们会非常明确的专注到 这种顶级的客户 从保守的角度上来说 低价值率往往在60% 但是对于这种顶级的客户来说 特别是真正的顶级篮球客户来说 他们是非常享受这种90%的待遇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100%的融资 但这通常啊 就是说 对于绝大多数的传统来说 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实现的 利润率非常低 而在这些演示当中 其实我很少评论这项的级别 因为它的盘域就是非常低 含义也很低 我要说就是说 我想从这个范围 就是从100个基点开始说 然后再稍微拔高一点点 在最大的交易当中呢 我们提供的交易量可能会很大 实际上也是通过咨询式进行交易的 但是我们公司的结构和私人银行业务的这种情况是绝对要去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就是说这些客户也拥有私人关系 私人银行业务的关系 并且呢 它和这些银行有着其他的资产 所以这些关系和规模 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驱动力 对于我们来说 安全概念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观念 那么我们回顾到这种过去的 为公司做担保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呢 这么多年来 这些银行公司的倾向为投资者 注意 这些事情 那么我相信啊 肯定他这些做这个事情的银行是不超过15年的 但是他可以用于一些新的建筑物的事情 建筑物的事项当中 特别是他们可以交付融资 那么就个人资料而言的话 我通常会以这个18年为一个节点 而一般来说银行啊 也就是全球这些银行做这种事情的话 一般是需要两到十一年 所以从长远来看的话 美元将会变得越来越值钱 我想说在当今正常水平可能是在五到七年吧 中国的银行公司呢 尤其是在新的这种建筑的环境下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呢 有个问题啊 就是说 他们在这种关注公司的结构方面会变得非常的保守 因为你会发生核心客户呢 他们喜欢上市企业 我发现这种贷款是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九十 可能还有些案例 他们的数据会更高一些 我想说利用率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可能要比这种大型的国际的银行要更高一些 这部分都是由于这些租赁公司 从这种商业银行去寻求融资的 因为他们本身就涉及这种资深的资金 而且永远非常大 我们有专注到各种 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租赁公司 他们会喜欢这种 有些特别是那种较小的租赁公司 会专注这种小的交易 而这恰好也支持了新的建筑的这种活动 安全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他们拥有资产的一部分 应该这么说 例如某些欧洲的船头实际上是不喜欢这些东西的 他们喜欢自己做主 所以在结构上他们都有一些相应的争议 但是这些契约的限制往往也是比较轻的 正如我说 这些公司 有些公司喜欢年轻的船只 但是也有些人是例外的 比如说15年 15年这样一个节点 但是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长达有超过15年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是希望这样的一种做法 对船东是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可能我还要提一提就是政府出口银行 基本上是由政府设立的这种出口银行 用来支持新的建筑活动 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在钢卡方面的话会变得非常的激进 特别是作为政府主导的实体 他们可以在这个边缘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那么在这个数量上的话 他们也很灵活 我们发现其实也和其他的银行一样 这个政府出口的银行的区别的因素 也就是说 它可以部分地去尝语预交交付的融资 但是在当今的这个融资的市场上 是要非常恐怖的 大约是在15年吧 我们将会进行第三次讨论 这基本上会以15年为一个考察对象 因此这些资源相对来说会非常有限 我们有很多中型的传统会发现 其实他们很难和这些传统建立这种长期的合作关系 对吧 他们将这些核心的银行视为他们的关系的银行 而其余的银行基本上是需要寻找这些可用的资源 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空缺 而且呢 仍然有很多新的行业 新的就专业银行会专注到货运当中 我发现他们在做钢卡方面会很保守 他们是立即银行 他们的服务的客户也是忙碌的 没办法通过一些大型的银行进行融资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基本上会收取高利用的原因 你可以在这些银行当中找到的数量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地有限 所以他们喜欢中小型的交易 而在这个结构上的话 其实这可能会变得更加有趣一些 因为有些人会显然是赞成 并且需要这种公司的结构的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有一些立即银行也是参与这种无举手的结构 而且呢 这种传播融资啊 无论是公司的担保还是个人的担保 他们这种担保总是很受限的 在全银的限制上或说盖矿等方面 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典型的情况 就像其他银行一样 有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说 希腊银行 这些天气是非常活跃的 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个论坛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国际的看法 那么换消息就是说 很多人啊 其实更专注于希腊的客户 这些是关系的速度 而在钢卡方面 他们也是更加保守一些 70%呢 是不仅仅被看到的 而保证金水平也是纯粹的事实 他们也需要找到美元多些 支付这种价格 他们可以收集自然成绩物 而交易量也会更小 所以啊 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也看到了 他们为传破融资 这种做大型的交易 而且去进行融资 这并不是他们的核心的优势 而到目前为止呢 我想说啊 希腊的老板可能会注意到这一点 当时啊 这对国际的传当老板来说 可能也会是一个好的消息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有越来越多的竹林的公司 他们是通过这种结构 去向市场提供融资的 但是我认为这样拥有该船是有利的 因为他们不必旅行义务 不必旅行义务 在这个经历斗争方面 去进行这些旅行的义务 而且呢 到目前为止啊 他们实际上有很多这种 对大多数结构提供了金取星 那么这些结构呢 提供高达90%的价值贷款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的利润率的水平 会更高一些 因为它是一个吸引所有者的专用产品 从我已经提到了其他来源 是找不到有公司的 那么我不会说他们是 可以做超大的这种交易 因为这是一个不断的变化的环境 对吧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也有越来越多的玩家 也有很强的资金的背景 进入到这里了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也不会排除 其他参与者 可以真正为整个这种团队提供资金的保障 同时呢 这也没有真正的结构的要求的规则 除此之外 至少是我认为啊 就是这样子的 另外一方面呢 特别是在高杠板方面的话 我们在治理方面 其实也会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但是伴随着不一样的比率的配套的方案啊 可能你会发现 就是说就是船子的年龄限制 可能很多这种大数数的玩家 都是喜欢船林12岁以下的 12年以下的 但是呢 也有些立即市场参与者 在为老师的策略资金方面 提供特殊的位置 而这些可能的话是对他们的要求 或者说会在15年以下 甚至功朗 他们实际上喜欢旧船 他们的贬值所附带这种价格 所以啊 造成了他们会有 下而然的话 可能会形成这种竞争力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种筹集资金的公司 他们提供了20多年的资料 但是呢 就与这种期限而言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有超过10年 最多是10年的限制 最后呢 但也不是最重要的一点 现代基金非常有趣 正如我刚刚所提到的 这是市场参与者的力量 而且一直是购买低价值组合 这个一个力量之一 但是呢 某些参与者也是直接 从事这种贷款的业务 所以呢 你会发现他们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多啊 可以提供90%的贷款 实际上呢 他们的保证金的水平会更高 每年观察到全部 9%到12%的融资的成本呢 并不罕见 所以呢 就这个数量而言的话 它可以是任何东西 有些玩家喜欢这种 独传的融资 对于玩家来说 这种规模是很大的 一旦是当他们进到市场的时候 这是一个更广泛的领域 基本上说我会每个季度去做一次 许多结构都是量身定制的 而不一样的基金呢 有不一样的机构 好消息啊 就是说实际上呢 有些人会专注于这种 无诸素的这种结构 他们确实 正在专注于基本的思想 它好消息 就是说 他们不介意 我们称它为 私人结构的贷款 所以呢 请凭一本高票系 也就是说在这一两个月内 成为传统的起点的话 这明显是要区分 我们所做的事情 还有种情况就是说 实际上他们在 开始的时候就想试了一种合作的方式 来去避免所有缺利 但是他们往往会 到目前为止 我会认为是非常灵活的 而且我想说呢 很多事情其实也没有规则 只不过呢 就受限于说 这种短于其他融资的结构 所以我想说啊 就是说在这个2到5年内 就是个标准 而7年呢 就是更长的例外了 如果你想对这种总结的话 我可能会讲 传统的政府的驱动资源 其实呢 是在这个贷款的政策方面 可能会具有更高的限制性 然后呢 从这种资金默默的提供方来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的新策略的方面 会变得更加的专业 也会变得很冒险 这保证金会更高 而贷款的标准限制 也会越来越少 所以在这点上的话 特别是提到这种更高的贷款的话 可能会带来其他一些价值 当然啦 它显然可能是有复加的奖励的 对吧 复加的这种回报的 因此作为这种所有者 基本上其实也是在考虑 其他的融资的方法 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呢 它是我们需要做的 第一笔的资本评估 就是如何组织你的业务 你的项目将是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传统的这种资金的来源 的意义会更加大一些 你拥有的这种选择越少 你要承担的风险可能就越大 那么你从这种创新的亏损的公司 或者说现在的朋友那里获得的利益 就更多了 我想说如果你看到这个BAN 融资的话 显然这个机会是可以在这个价格上 是具有极大的竞争力的 因为它对这种长期的合作关系 非常兴趣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些业主呢 他们的会有个不利的方面 就是说银行是集中的限制的 而贷款的结构也会越来越受限 这也是为什么由部分是由这种监管的机构来推动的 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实际上看到这种银行 融资在这个贷款领域方面的市场份额 持续下降的原因呢 中国人呢 其实有一点非常好 就是说 很多人其实都不太介意 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可以用中中国 在中国这边获得东部的融资 我们基本上可以利用这种吸引力的价格 不同的杠杆率来去实现 有点不好就是说 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公司的结构的话 或者说并不想创建公司的结构的话 会非常难的一种事 会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你要么这是一个降下的方案 要么就适合这种情况 要么就根本不了解它 我还要说 你可能要花多点时间去进行谈判 因为它有非常正式而严格的投资的流程 如果你没有时间的压力 那就要快点去采取这种行动了 这就是某些信贷基金的实力 从第一种方法到支付这笔钱 基本上我们也看到了这些信贷基金 同时它也是在四个星期内完成的 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这种时间压力上去进行工作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收购融资而言的话 如果你想真的是想创住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要快速进行反应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实际上 喜欢信贷基金的一个原因呢 因为它体现这个东西 需要快速去做出反应 对吧 需要快速去做出反应 对吧 它们会给的这样做是高效的速度快的 那么实际上呢 我会认为 我想说就是这些结构啊 有个优点 并且有理由坚持下去的 特别是对这种融资替代方案 一个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不应该担心的可能资本 特别是对这种债务的融资 而这些融资不再是用于航运的市场 但是呢 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也就是说要确保有适合的情况 来去适用于不同的资金的来源 并且可能要经过15年以上的风险的调整而定下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值得去深思就是说 我们要如何去仔细的去选择自己最好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如果我们要从这里面进行最后的总结的话 我们可能会说如果你碰到我们公司 我们将会很乐意去理解你 帮助你理解那些较新的融资的方式 就像我们说有一些玩家可能会放任自己的策略 可能会非常小心 而最终去错失了他们的融资 但是呢 我们有些人其实在这些事情上已经做了非常多年了 可以帮助你们去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去避免风险和一些相应的陷阱 同样 也就是对融资的市场呢 现在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甚至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提供最好的这种结构 给到我们的这些客工方 让一切变得有可能 Nikolas 这就是我们的全部了 我非常感谢你能够给我提供